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挑战中餐厅录制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热门话题流量小声王一博即将参加热门综艺节目中餐厅,并展示他的烹饪才能 然而,这一消息引起了网友的质疑,他们认为王一博的厨艺不够好,无法胜任厨师的工作 针对这些质疑,王一博的工作室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他在参加录制之前已经接受了专业的厨艺培训,并且一直在努力练习烹饪技巧 他将会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的厨艺,并向观众展示他的成长历程 这一消息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有些网友表示支持王一博,认为他的勇气和努力值得肯定,但也有一些网友对他的厨艺表示担忧,担心他会做出不好吃的菜品 据西中餐厅的陆志将在近期开始,届时王一博将和其他嘉宾一起为客人烹制美食 关于王一博的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总之,在这个看脸的时代,王一博勇敢地接受挑战,展示自己的厨艺,已经赢得观众的尊重和支持 相信他会以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为观众呈现一场美味的盛宴 据西,王一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手艺虽然不如专业厨师,但是也能做出一些简单的菜肴,并且非常喜欢烹饪 次次参加中餐厅的陆志,是为了挑战自己,学习更多的烹饪技巧,并且和观众分享自己的厨艺和美食心得 对于网友们的质疑,王一博表示理解,并且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一定能做出美味的菜肴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次录制,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喜欢上中华美食,让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此外,在中餐厅节目组的指导下,王一博在录制现场认真学习烹饪技巧,并且和其他嘉宾一起合作 制作了多道美味的中华菜肴,得到了节目组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总的来说,王一博在中餐厅的录制中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和认真的学习精神 虽然手艺可能不如专业厨师,但是他的努力和热情却值得肯定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继续努力学习,成为一位更好的厨艺达人